中国有句俗话 酒是陈年好 那么对于来自西方常见的红酒 是否也是越陈越好呢 红酒是否有保质期 过了保质期的红酒可以饮用吗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下吧 红酒一般没有保质期的说法 所谓的保质期就是试饮期 众所周知葡萄酒是有生命的 好酒在其陈年的过程中 也有个从年轻到成熟到巅峰 再到衰落的过程 红酒一般10到20年才能达到成熟期 那是最佳试饮的状态 过了试饮期的葡萄酒 可能出现浑浊沉淀 口感会变差 仍然可以使用 如果陈年太久的葡萄酒 有腐臭味甚至漂浮泡沫发出坏味 那就不能再饮用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儿了 希望你们喜欢哦